一照难求 加拿大医护人员的防疫装备严重缺乏 北多伦多次纪志工多方询问 终于联系到一家墨西哥厂商 跨国采购400件防护衣 接着连同1000支医用手套 透过劣志文山市议员陈志辉 协调麦健时医院接收 医务人员尤其是现在在疫情里面 很需要保护他们自己 为我们服务控制疫情的 一些保护的衣服 和手套 还有还有一件事 无论数字是多少 最重要是真是 给医院的前世人员 感受到一个爱心 希望我们这次的付诸 能够唤醒更多的人来付诸 因为在地球上 我们大家设施一个 在地球上 我们必须要彼此互爱互助 新冠肺炎尚未消灭 第一线防疫人员不能松懈 包括慈祭在内的各界后盾 就会持续支持 大爱新闻 真善美之工黄淑芳 黄淑珍 梁延康 加拿大报导 对没有 card 优雜 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